騎得飛快的騎士 過彎下坡時突然失控打滑 連人帶車很摔在地 360度轉了兩圈後 騎士整個人滾進路旁小客車車底 機車居然瞬間竄出火光 冒出陣陣黑煙 機車騎士爬起來後 一拐一拐的走了幾步 穿起了鞋 只能狼狽的看著愛車 被火車慢慢吞噬 這起事故在29號發生在新竹縣 竹東鎮122線道 附近居民都說這條路發生車禍 已經不是第一次 騎士的機車很擋在路邊 整輛車被燒得面目全非 騎士擦撞的小客車 車子的引擎蓋 左側板巾也被烤得焦黑 路上還留有騎士滑行過的痕跡 畫面很驚悚 還好騎士沒有生命危險 另一起機車車禍在新北板橋 漢森東路279巷巷口 一輛白色修旅車在路中央 正準備左轉 這是另一輛車往前開 後面的機車騎士 以思應視線死腳直直撞上了 左轉的修旅車 超大的撞擊力道 讓騎車騎士直接摔在了引擎蓋上 機車猛力的撞擊 把修旅車車頭撞凹了一個洞 駕駛跟機車一起撞摔在地 騎士緊急送衣後 右手骨折 道路處處是危機 用路人行車時 一定要特別當心 記者何茂先生帳號 綜合報導 過濾的空間比較大 可以選擇這一組 是4公升的霧化器 裝滿之後 就可以連續來噴8個小時 如果你空間比較小一些些 你可以適合這一組 比較小的攜帶型的USB插頭 可以噴2到4個小時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